輸出資料,所謂的ABCD 可是輸出完之後,有同學問說 老師可以輸出ABCD,因為有時候ABCD都是黑白的 那這個字顏色如果沒有區隔的話 那我一下沒辦法很快的判斷 所以我希望做一些類似像設定格式化條件 但是我又不是用設定格式化條件來做 我希望A層次寫,一邊寫我可以一邊加 所以這裡的話,可能我希望A跟B跟C跟D 它顯示出來的樣子都不一樣 比如說剛剛是這樣子ABCD,那我不要 我希望ABCD都有不同的格式 那這些格式呢,當然工作裡面我舉一些比較常用的 可能我希望A可能換個顏色吧 B換個底色 C也許是換個框線 你常用可能換個框線 D的話呢,可能也是文字上 比如說我這邊舉例,各位可以看到 A的話呢,就是把字變成藍色,就這樣子 B的話呢,就是第二個,常見的把底色換成黃色 然後呢,C的話呢,幫我畫一個框框 就是加一個框線 那D的話呢,就跟A有點像 不過又多了一個粗體 就是換成紅色加粗體 所以這裡的話,你可能第一個要了解 在VBA裡面,如何換顏色 其實它換顏色的概念 跟這邊蠻像的 其他色彩 其他色彩裡面有個制定 比如說你要黃色的話,怎麼 其實黃色就是RGB25250 那如果紅色的話呢,那就是25500 那如果綠色的話,顧名思義啦 就是怎麼樣,這邊0嘛 那這邊是255,這邊就綠色了 那這邊的話,藍色的話 那當然就是,有沒有 所以呢,其實在VBA裡面 反正以後,如果你要制定顏色的話 其實也不只是VBA啦 任何地方好不好 因為設計也是一樣 什麼Photoshop也是一樣 也是RGB嘛 那一定是0到255 總共256嘛 256實際上就是2的8次方嘛 那也就是說,像紅色8位元 綠色8位元 藍色也8位元 那所以呢,等於是說 把這些全部相成的話 就是電腦可顯示的種顏色數量 有沒有,互相混嘛 所以,電腦能夠產生多少種顏色呢 其實不是很重要啦 很多就對了 不過,比較標準的答案是2的24次方 2的8次方乘2的8次方乘2的8次方 那就2的24次方 那2的24次方實際上大概等於1000多萬 那精確的數字有興趣自己再查一下 不過重點就是 我們以後如果要設定VBA裡面 或者Excel裡面的顏色 都是透過RGB去定義的 比如說我今天要取得哪一個顏色的話 那就像剛剛那個黃色就是25525 這邊這兩個 然後藍色的話就是這兩個0 那當然如果說將來可能會遇到像什麼 淺綠色怎麼辦 淺綠色你會發現 你如果不知道的話 你會發現淺綠色有沒有 就是把綠色往上調 你會發現這淺綠色對不對 你會發現調到比較高的位置 你會發現綠色中間沒動 上下兩個的調大一點就變淺的 那深的話就是什麼 就是你會發現本來255對不對 如果你這兩個還是0的話 那這個把它縮小 它就變成深綠色了 OK應該可以理解那個顏色的 那個怎麼去產生 那我們來看一下怎麼樣做完這一件 第一個就是說 我要怎麼樣輸出這四種效果 第一個 一樣你就是先輸出資料 其實我是把上面這個成績多重 然後複製貼過來之後 再輸出資料有沒有 因為後面的東西輸出到前面之後 在底下再加一行什麼 就是格式 那格式要怎麼加上去 比如說第一個 我如果今天希望做出什麼效果 第一個A的話 是把字改成藍色的 那字改成藍色的話 其實你就需要用到一個物件叫縫 這個縫應該自行嘛 然後點color RGB給它什麼 藍色的 OK那其實 不過要怎麼 這樣也不用背 這個的話 第一個我是打sales 點 點之後的話 特別是你就打一個縫 有沒有 這個縫就出來 打一個F啦 字型嘛應該記得 color的話 打個C這邊就出來了 就是字的顏色 然後等於什麼呢 後面記得有個函數叫RGB 那顏色的話 它會問你說 那你紅色 因為我要藍色 所以零 零 最大惡物 好 這樣就打完了 不過特別注意 請記得最後請你把刮符補上來 你想說老師 為什麼刮符最後補 為什麼不直接先打呢 其實如果你sales會不會沒有刮符 意思是整個工作表的所有儲存格 可是它這個為什麼最後才打 因為如果你打了那個刮符之後 你會把你點下去 它提示不會出來 所以我習慣先打完 然後再把刮符補上 不然的話 它點下去沒出現的話 當然你也可以自己打 不過我是覺得比較容易做錯 OK 好 第一個 如果你要更改什麼 更改那個字的話 其實第一個就是把成績多重 複製貼過來 改個成績多重顏色 第二個的話 補這一行就可以了 這一行 OK 第一個 顏色 第二個 底色怎麼加 在這個b的地方 其實也是加一行 加什麼呢 其實就是sales 點什麼呢 它叫intro 所以你打一個 其實不用背 你點有沒有 in就出來了 intro 打一個int 這個int 這個intro 點color 這個 這個意思就是底色 那我要什麼顏色呢 我要那個黃色的話 那你就是打一個rgb 那我剛剛講過了 黃色255 就紅配綠 OK 這樣就黃色的 那最後記得 再把那個輸出的儲存格加上來 這樣的話呢 意思就是把它改成底色 所以這一行是底色 第二個效果 那當然 將來 有的時候你不需要全部套用 你可能針對你需要的部分在用 第二個 底色部分 第三個的話是 像這個效果 你想說這個效果只能加 這個是匡線 對不對 那匡線呢 你可能要多學一個 在VBA裡面 這個匡線它叫boulder 但是記得要加s boulders 為什麼 因為一個匡匡 它是由上下左右 四條線構成的 所以它是很多條匡線 OK 那怎麼加 其實就紅色 所以其實就是這樣 一樣 點什麼呢 打個b boulders 然後呢 點 一樣color 等於什麼呢 其實就等於rgb 紅色的話 就255 豆點 0 豆點 0 後瓜糊 記得就再把那個框 這個儲存格 把它加在前面 因為如果你不加 會變成所有的儲存格 都變成紅色的框線 最後的話就是這個d d的話其實就是把字 phonecolor 改成紅色 另外呢 最後把它改出體 出體的話 其實就是phone的 這個有個bould 點什麼呢 它會有個b-o-l-d bould 等於什麼呢 true就可以了 那當然 如果你要把這個效果去掉的話 你就把true改成false就可以了 OK 大概是這樣子 如何加上那個顏色多重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我剛剛是把上面這一行 ctrl鍵按住拖拉 我要改一下這個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以上